最近又在全网走我被历史遗忘的美人,结果还真让扬找到一位,八十年大香港最美的打星,李赛凤。 想发了一下,她的人生也是超级精彩年轻时的李赛凤,长得有点像张伯芝,五官轮廓都挑不出毛片,是那种长相很标准的大美人。 严格说,应该是张伯芝像她,毕竟李赛凤是前辈。 虽然她和张伯芝都是清纯系长相,但仔细看她比张伯芝还要多一分优态。 对比她两个照片,李赛凤的五官布局更紧凑,线条更短,娇弱感,自然就更重一些。 长着这么一张整体气质和甜可美的脸,不去演偶像剧都可惜了。 但偏偏李赛凤就更愿意演打戏,由她出演的天使行动翻部曲,是当年香港最红的动作片系列之一。 如果后来她身上没有发生那些狗血八卦,估计现在香港的今天美人里,可能就会多给她留一个位置。 李赛凤的原生家庭并不怎么和谐,又是父母。 便李赛凤本身就很贫穷,还有一点重男轻女,导致她早到就出来兼职赚钱了,也因此养成了特别难吃苦的性格。 她长得好看,也很有艺术天赋,15岁在学校跳舞的时候,无意被导演看中,因此,很早就进入娱乐圈开始拍戏赚钱。 之后几年的星图也一片顺利,牵了亚世,演了几部电视剧,还和成龙他当初演了《威龙猛探》,还拿到了独角大梁出演金庸剧,愿女见女主角的机会。 严丑着成为了亚世的当家花旦,李赛凤却毅然决然地见了云,转而拜师开始学舞蹈功夫,这项影谈,防打新路线发展。 李赛凤本身就有舞蹈基础,再加上本人也很刻苦努力,这项影谈后,他的打戏身上好评,一度呵护慧中,顺利地以奶奶亲鸣,一起被称为霸王花。 虽然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的样子,但李赛凤也是吃了很多苦头的,大家都知道当年的舞蹈鸣幸福,变都很惨,拍摄条件有限,又没有替身,很多危险的动作都是亲自上阵,因此免不了经常受伤。 最惨烈的一次是和胡惠中一起演戏,倒只是操作错误,提前引爆了炸弹,导致他两身体和面部,都被大面积烧伤。 整个恢复过程都很煎熬,李赛凤说,每天洗伤口都像是酷刑,苦惠中经常被疼的哇哇大叫。 万幸的是,或是只伤到了他们的表皮,最后并没有留下疤痕。 根据时间推测,应该是在这件事之后,李赛凤就开始思考,自己到底是不是和娱乐圈拍戏时也从以前的演艺剧筹,变都会和导演沟通,到底有没有必要设计的那么危险。 之后,他大概是想清楚了,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,开一间舞蹈学校,另外他还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,悄悄和圈奈男友引婚了。 这次引婚引得超彻底,从来没被媒体拍到过,甚至怀孕生死了身边的人都不知道,但这段婚姻没有。 维持多久,孩子才几个月大,就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。 第一段感情的失败,让李赛凤陷入的低谷,这个时候,一个比他大17岁的富二代芽姨罗启人,开始疯狂追求他。 他动了心,以为遇到了爱情,或速嫁给罗启人后就彻底退圈,移居美国。 风平浪静地过了六年婚姻生活后,李赛凤迎来了生命中,最惨烈最口血的一次经历。 突然有一天,罗启人毫无冰照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,向媒体公开宣布和李赛凤的离婚声明。 在这场记者会里,罗启人向媒体爆料李赛凤,和他的干儿子宗天义婚内出会,有不伦关系。 宗天义是罗启人公司签了一个小艺人,因为喜爱跳舞,和李赛凤关系很好,因此,李赛凤任他做了干儿子。 那段时间,罗启人对着媒体灰色灰色的爆料桌间细节,比如,撞见宗天义一半落藏在衣柜,在李赛凤床边,发现了用过的XX套,甚至展示了。 一封暧昧的电邮,电邮李宗天义叫李赛凤老婆,还问他会不会一直爱自己。 罗启人最后,甚至把这些事写进了自己的自传书里,李赛凤的名声自然也已落千丈,像前段时间的XX录一样仍仍喊打。 事情发生之后,李赛凤贤妻一直拒绝回应,最后实在没办法才用公开性的方式解释,说罗启人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情妇叫汪小丽,两人想让他近身出户,他不同意,于是他们就和伙策划了爆料,说要用这件事毁掉他。 事后,罗启人也确实承认了自己和汪小丽有感情,没多久,两人还结了婚。 当然啦,还是那句是刮万能金句,感情的事前外人说不清楚。 这个刮背后的事实,到底是怎么样,其实也理不顺,可能是诬陷,也可能是婚内两人就各玩各的。 但李赛凤之后干的事,就有点让人摸不清头脑了。 刚才有说过,结婚之后,李赛凤就已经彻底吸引,结果让吃瓜。 群众全部惊掉下巴的是,他在不轮事件之后,竟然重回演艺圈,和干儿子中间一两人,亲自在一部电影里,演了一场偷情戏。 甚至把前夫书里写的电邮,做衣柜之类的狗说情节,统统重现在了大荧幕上。 不过,时候大家猜测李赛凤敢光明正大这么做,一方面是想借机讽刺前夫编故事, 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影片是宣传佛学的,李赛凤是想借此宣传佛学。 这件事过后,李赛凤又彻底从宫中眼前消失了。 直到前两年,李赛凤上了一次鲁豫有约的,他透露自己和儿子亲生的现在在上海定居。 经过这两段失败的婚姻,如今他一直没有再婚,甚至不再相信爱情了。 但好在他自己一个人也过得非常好,儿子对他很孝顺,他没事就在家里跳跳舞,弹弹琴,生活得很歉意。 不管怎么样了,他如今幸福就好,岁月终究是正在美人的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